今早《經濟日報》的投資理財周刊推介比亞迪1211 選擇原因是美國電動車巨頭特斯拉Tesla 發布2021年第三季度業績理想 帶動中概電動車包括比亞迪上星期的股價做好 Tesla在業績當中提到 對於標準續航版的Model 3和Model Y 正逐漸調整為搭載輪酸鐵理電池 調整範圍涉及全球市場 這個消息再度引發市場對電池供應商的猜測 並且有志與比亞迪的合作機會很大 比亞迪今星期四會公佈季度業績 過去一季公司的汽車銷量快速增長 即將會在利潤表上體現出來 如果業績對版的職後估值可能獲得市場重估 市場看法上,在新能源汽車佈局上 比亞迪兼顧純電及插電兩條技術路線 產品舉震日趨完善 插電車型具有全方軌優勢 令到他們對燃油車的替代加速 純電車型方面,海洋系打開年輕人市場 上海證券預計了 2021至2023年比亞迪汽車的銷量分別是 73萬、131萬和164萬架 增速分別是8乘6、7乘8和2乘5 龜母公司淨利潤分別是61億、146億和217億人民幣 按年增加是4乘4、1.3倍和4乘9 另外,比亞迪第三季新能源汽車的銷量是183,000架 按年增長是2.6倍,總銷量是20萬6千架 按年增長8乘7 因應銷售表現好 瑞信維持比亞迪優於大市的評級 目標價是320元 策略上,我們有專欄多次推薦比亞迪股份 持貨的建議繼續持有 如果未有貨的可以留意285元以下建倉 短期有望突破300元 業績如果符合預期,目標先看320元 跌穿265元就要止虧了